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马腾 本节目由周大生主宝独家冠名播出 《为爱而生》周大生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梳理近期文化热点 当地时间4月23号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共同主办的2024年联合国中文日 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四届海外影像节 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万国公举行 中宣部副部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 盛海雄做视频致词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总干事塔蒂亚纳 瓦罗瓦亚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陈旭大使出席活动并致词 比利时 德国 荷兰 巴西 伊拉克 等50多个国家 常驻日内瓦代表及青年外交官 国际组织和机构官员等 3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 2024年 联合国中文日 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四届海外影像节 以青春与共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青春力量为主题 向全球征集青春影像作品 截至目前 共收到来自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泰国 波兰 阿根廷 等47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9部作品 由国际知名汉学家 资深节目制作人 联合组成的评审团 评选出最佳短视频奖 最佳人气奖 青年文化使者特别奖 等八大类 18个奖项 获奖作品展示了 各国青年热情体验 诗词歌赋 书法 情艺 微雕艺术 传统服饰 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月20号是第15个联合国中文日 也是第5个国际中文日 日前 庆祝2024年联合国中文日活动 在位于法国巴黎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 今年活动主题为 中文驾起文明互建桥梁 现场展出了大量中文和法文绘本 内容涉及中国神话 民俗 民间故事 和由当代艺术家创作的儿童文学 此外 现场还设有中文启蒙 书法入门 传统剪纸 功夫体验等工作坊 并提供中文联盟 线上中文课程学习卡 以及中国传统小吃美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基本理念 是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今年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 把中国的春节 作为联合国的法定官方价值 这个也反映了国际社会 对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个重视 俄罗斯的汉语学习者 通过歌曲 舞蹈 诗词朗诵 书法表演等节目 表达了他们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热爱 巴西大学生们带来了中国舞水之灵 中文歌《我从亚丁来》 极精彩的武术表演 委内瑞拉上演舞龙乐曲表演等节目 并开办中国文化讲座 还以文化集市的方式吸引宾客 体验美食茶艺 围棋书法 宫灯剪指等中国传统文化 今年的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迎来了一场特别的演出 上海民族乐团为观众带来了 由AI创作的国乐音乐会 01中国色 东方济白 松花 娇红 青子 这些诗意曼妙的中国传统色 通过AI的理解 谱曲 又通过民族音乐家们的演奏 呈现在观众面前 今天的节目一起去看看 传统民乐如何携手科技力量 共同探索 创新表达 国乐国色 琴色和鸣 鱼音鸟鸟 不绝如铝 这场国乐之声的打造 是上海民族乐团 拥抱AI技术的成果 也是全国首台国乐与AI音乐会 01中国色 它的剧场的效果 都是我们以前民族音乐 所不能想象的 那么这次又引进了 AI进行创作 也是个最新的尝试 所以上海民族乐团 在争取青年观众 扩大市场影响上面 他们没有抱残守却 故不自封 今年二月底 少海民族乐团团长 罗小慈 集集团队 借助音乐生成大模型 这项AI作曲技术 完成了01中国色音乐会乐谱的初稿 此时 距离音乐会演出 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刚刚的这个演出当中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演奏家 其实是可以手持乐器 在任何一个角落去流动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的观众 他一定是第一次走进剧场 听科技跟艺术的融合的 这台东西 我是希望作为一个观众 每一个观众 他们进来的时候 都是带着期待 我们已经是身处在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 所以生活方式在改变 艺术创作的方式也在改变 是否可以让AI的技术 能够作为我们的一个辅助的手段 更有效力地 更快地 拿到我们的这个作品的雏形 音乐生成大模型 是我国人工智能 在音乐智能化编曲领域 开发的一项前沿技术 主要针对丰富多样的音乐曲式 和创作规律进行训练 再输入描述性词语 能够实现从文本 到编创成完整曲目的功能 首次与AI合作 让演奏家们感到新鲜有趣 但对AI交出的第一份作业 他们还是进行了严谨的讨论 它在这个声部分配上面 或者说伴奏 或者是主旋律的这个分配上面 我们可以再做一下调整 现在有点乱 我觉得互联网和人的协作 它是需要有一个共创性 让我们每一位演奏家 在跟电脑的沟通 再密切一点 因为现在是有一点点两层皮 参演的二十多位演奏家 要使用数十件民族乐器上台 每件民族乐器都有一套 独有的和声体系和旋律风格 但是这让多用于创作流行音乐的 AI作曲技术 也面临着对民乐算法的技术创新深耕 我们现在当时当年用的数据可能是 年代 流派是吧 流派 然后年代 我们知道现在流行乐 其实基于西方的一些理论 他们是有一套自己的和声体系 但是民族乐器就不太一样 其实每一个声部 它是都有自己的一套旋律的 我们就得重新进行训练 索纳这块的音乐表现不是很好 而且就是索纳目前它是音乐的 但是想和就是电子啊 然后摇滚这种曲风 做一个跨界的人和 我们沟通最多的是索纳 因为这种乐器在我们收集的 那个海量的曲部里面 不是特别常见 所以呢 模型可能学习不到它的一些信息 一些技巧 很多家还对我们进行了 相当多的一个反馈 那你输入什么关键词 就是比如说高亢啊 或者是激昂的情绪啊 这样的情绪化的描述 那AI都曾是人口的声声 大概就几分钟能声声 几只手这个样子 然后但是我们输入给模型了之后 它整首歌确实是符合这个描述的 但某一段的那个唢纳 它并没有突出出来 作品出来后 普遍感到虽然基于算法的 AI作曲技术 大大提高了作曲的效率 却缺少了民族乐器 独特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唢纳演奏家胡晨韵 在AI提供的乐谱基础上 进行了二度创作 在保留民乐个性化的同时 为音乐注入更丰沛的情感表达 它给出的结构律动 我非常喜欢 因为当时其实指的一个很明确 要电子的 出了以后觉得这个旋律 好像不大适合具体哪个手拿吹 那么好 没问题 我就改改旋律 让旋律可以跟风格更加吻合 我第一次听Demo的时候 那个老胡给我 我们就是打回去了 但是你现在拿到的是 已经在音乐风格上 完全不一样 两个 完全两个风格 那么这一版呢 我们也试了一下 试奏了一下 整体的音乐风格 我们还是比较接受的 还是很有中国风的一种 水墨化的一种感觉的 最终这个曲子 是要由人去演奏的 所以我说人很重要 就是二度的创作 赋予它曲子 更高的一种可能性 我觉得每一周都在进步 肉眼可见的进步 包括在AI创作 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修正 其实AI也是在倒逼 人类的艺术家 能够不断地 有更好的创意 能够有更好的作品 精品 奉献给人类 人的演奏 与AI曲谱的打磨 日渐成熟后 罗小次要思考解决的问题是 下一步舞台视效如何呈现 中国的明月 跟中国传统色 都是我们中国古老的智慧 会启发我们对美的认知 所以我觉得用明月 来表现中国色彩 它有一种韵律感 那汉淡是水芙蓉吗 从音乐到视觉 我们就想营造一种少女感 比如说中国古跟玄天 那玄天呢 我觉得是庄重 神秘 境界 气势 它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 这样一种精气神 在中国民族音乐创新的道路上 上海民族乐团 始终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 从国乐永中华 海上升明月 到紫禁城 云之上 多部各具特色的 当代海派明月原创作品 让观众看到 传统明月的时代神韵 和活在当下的大众审美 而明月与AI技术的首次互动 又为中国明月 打开了开放包容的 崭新艺术视野 我觉得未来AI可能会替代一些平衡的 我坚信伟大的艺术家 短时间内可能还很难替代 我们的初衷 不是要证明说 AI和作曲家哪一个更强 而是真诚 能够大开心 让观众听得到你的心跳 感受得到艺术家的温度 让更多的观众 被民族音乐打动 对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更有自信 像我们中央电视台 对这个AI也是这么关注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如果你去比较观察 关于AI这方面的进展 它的进步真的是每一天 每个星期都在有进步 AI人工智能一定是一个方向 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方向 但是并不是说是你有了科技以后 然后你的艺术就会进步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 回到比如中国那个阶段的时候 艺术在某些方面 已经发生到了一个极致 可能现在你也超越不了 AI并不能够代表着 就是说我们的艺术会 越来越做越好 我们只是多了一个媒介 多了一种思考和创作的一种途径 作品到最终还是要落在这个人的身上 AI本身并不会诞生伟大的艺术家 可能会有一些能够把AI用的 非常好的艺术家 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说 民族音乐与现代科技实现了一次 从零到一的深度合作 而艺术家们也通过他们的二度创作 与多元演绎 将作品焕发出独特的情感表达 为传统民乐的发展 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每天一刻钟生活天动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